台北国际旅展第一天 好多五星酒店摊位马上被挤满 随机问两位民众都想买刚调长的 Buffet 博力厅下午茶 我想买的是下午茶券 下午茶券 想要买几张 这一次是先买一组 之前已经有去快闪店买过了 博力厅来说 平日下午茶四人券六四折卖两千八 上午喜烧三反本家 平日午餐双人券打六三折 从两千四变一千五 今年展场好多饭店都主推通用券 你买一张全台同集团都能吃 你只要购买一张餐券的话 你可以选择在三家饭店 不同的选项去做搭配选择 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中餐厅 用个人商业套餐 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凯达大饭店 来用它的制度餐的Buffet的部分 板桥凯撒联合餐券一张卖六百 还可以买十送一 也是要吸引大家一次买个一年份 包含台北美孚卖美食通用券 一张两千九百九 五张两万四 能拿去吃馆内价值四千多的米吉林餐厅 或五千五的秦山日本料理双人火锅套餐 或礼拜一就要变天了 温泉酒店询问度也很高 北投利息趁市旅展期间推限量 每日五十张山景客房 房女能泡汤一泊二十 原价一万五打六五折 或往中南部走 亲子客很爱花莲热色天河 推旺季不加价 三万多房型打二点六折 一泊二十寒早晚餐或溜滑梯房也有折扣 甚至一张一千八的联合住宿券 让你拿去北中南任一分管入住 寒早餐 获利刀选择除了蓬城洗来灯 深恒昌金门金湖饭店也下沙五一折 三人同心一人免费的金银制远景房卖六千六 或九千的金银湖景房付三餐 台北旅展现十四天 各业者疫情亏就靠制党 VS经文 如其宿梦杰林热森局小组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